南東區親子館駝魚支援中心 日前於民間鄉親子公園進行外展服務 邀請家長以及0到6歲的小朋友來參與課程 現場除了有提供許多玩具 也有安排多元的課程 包括說故事、手動體驗、畫畫及體能遊戲等 希望藉此增加親子之間的感情 那我們外展服務的話會有外展車巡迴13鄉鎮 所以如果在13鄉鎮有看到我們的外展車服務 家裡面有0到6歲的小朋友都可以現場一起參與 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我們的現場除了會有多元的玩具之外 我們還會有一些課程活動 比如說像說故事或者是像是手作的部分 那有一些我們還會帶體能遊戲 因為知道比較多的家長 其實跟小朋友的休閒娛樂會比較少 只能去像是公園 所以為了讓更多的家長使用到這個資源 我們有一個外展車才會巡迴13個鄉鎮 將我們中心的一些課程活動 帶到更多元的地方 然後讓家長們去做一個使用 民眾皆表示這次活動相當不錯 小朋友都玩得相當高興 其中不僅有畫畫玩具 更有安排說故事 希望未來能夠持續舉辦 我覺得那個從臉書的社團上面知道有 民間有這個親子公園這樣子 因為想說放假的時候 然後帶小朋友來這邊玩 今天這個活動就是還蠻好的 就是小朋友大家一起在這邊一起聽故事 然後大家一起畫畫 讓小朋友這樣也不會對陌生人有恐懼這樣子 就比較不會怕生活 歇員原來學表示 相當感謝托育資源中心的用心 雖然成立不久 但外產車服務卻尋回13鄉鎮事 讓親子之間能夠多一點互動 相信這也是家長們所期待的 我們的托育資源中心 今天把外展車開到我們民間鄉 剛成立的親子公園 吸引相當多的我們的親子 還有我們的爸爸媽媽 一起來共襄盛舉 尤其是我們的社工師 透過說故事的方式 還有很多的玩具來吸引我們的小朋友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潛移默化 來形塑我們的一個知識概念 同時也能夠讓我們的政策 能夠務實的在基層裡面推動 受到我們鄉親姐妹的一個認同 我想這個活動相當的棒 能夠走出來親自來參與 主動出擊 讓我們的托育資源中心 能夠務實照顧到 需要照顧的孩童 我想這個是父母親的期待 同時也是政府的責任 活動中小朋友們 與家長們一起玩玩具 畫畫 聽故事 可以看到每一對親子都相當快樂 南投區親子館 托育資源中心也表示 若在13鄉鎮市有看到外展車 家中若有零到流水的小朋友 也可現場馬上參與活動 記者新聞據民間採訪報導